从北加的旧金山到南加的洛杉矶 再到伊利诺的芝加哥 自上周日起 连续出现多起针对高级百货公司 和奢侈品专媒店的砸抢案件 犯罪团伙少则十多人 多则八十余人集体行动 令店家损失惨重 而警方迄今却只逮捕几名嫌疑人 据CNN报道 对假日超级购物剂出现的砸抢潮 执法人员表示并不奇怪 这段时期内 店内货品丰富 实施此类犯罪的收益显然超过平时 更重要的是 整个司法体系 对这项犯罪的打击力度不足 令犯罪分子有恃悟恐 抓捕砸抢商店的罪犯 并非执法部门优先目标 即使抓到嫌疑人 检察官也没有太大兴趣立案 加州2014年通过47号法案 被盗物品价值低于950元 侵犯财产罪从重罪降为轻罪 正是看到这一漏洞 由组织犯罪团伙 特意雇佣并组织一群小毛贼集体行动 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赃 当前 加州等地政府已注意到这一趋势 建立专门工作组 在商区部署更多警力 以及瞄准这股打杂潮背后的策划者实施打击 加州州长纽森22号表示 会在预算上建议多拨资金 用于进行盗窃犯罪调查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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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